音樂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小明 大家都知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所以敬詩語也提醒我們 信心、毅力、勇氣三者俱備 則天下沒有做不成的事 今天就要帶大家到南台灣的屏東 來認識一位克服萬難 只為了做好事的人 什麼人就是這位 我們的最佳魯主角林玉梅阿嬤 今年八十歲了 阿嬤生的時候 剛好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經常要走空襲 學藏沒這個 在這大方的都是日本學藏 所以說他媽的中文字 改舊會下舊的舊到舊 不過 等二十年前 他六十歲的時候 為了要做主席 為了要做志工 他開始中心有舊 只有一批六百字的自傳 他就寫了一個月時間 想要知道阿嬤如何克服萬難做慈濟 歡天喜地嗎 帶大家來認識 林玉梅阿嬤的智慧人生故事 八十三年 那時候就是有一個 在想想 那時候學 八十三年 我開始就這樣一直學 一直學 一直學 有很多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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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主翌木咱 不如早就學到了 整個鞋腦 這個就是這樣 然後才沒辦法來這裡折 為了要參加那個高威 有很多多是 所以 剛學到學去學了 那我阿嬤很厲害 這些都是麻 других 吃到老後 沒有錯 今年八十歲的林玉梅 成长在动荡的年代 虽然二次世界大战后 曾读过小学 但对她来说 要学写中文字 可是个大难题 直到1994年 为了做词记 林玉梅发奋图强 认真学习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写出自己的次传 点点滴滴的记录 都是林玉梅志工路上的回忆 拥有国语 台语 课语 三种语言专长的她 在访试时 总能和案主 用熟悉的母语对话 拉近彼此的距离 她也不另分享 自己多年的经验 将访试的好功夫 传承给年轻人 早期我们都不懂 没有经验 所以我就请 新的师傅陪伴我们去 然后他会在车上 就一直讲个案 是怎样 中间有什么不懂的 还可以请教他 我说我不会 他说没关系 我就一直访试完 就到他家去 他就教着我 说访试的经过那些 他记忆很好 他会跟我讲说哪一个点 要写哪个点要写 对 我们就是要慢慢写起来 有这个感恩的心 对 还有孙子在出头天 这样就很好 这样就很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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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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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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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祝你平安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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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在吗 有没有人在吗 应该去田里 大概去田里工作了 刚才穿这个不在 又要再放 改天再来 我们不会很麻烦 房市就是这样 不怕麻烦 我们不怕麻烦 走两趟三趟 这是正常的事 我们如果怕麻烦就不可以做 我们只要做好对 就不会麻烦 探访个案却铺了个空 虽然过程中 常常出现不如预期的状况 李玉玲总是乐观面对 因为对她来说 做志工已经成了她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动力 师傅他这是 这边脑海要给你的吗 是啊 他都跟我说 如果放在这儿 你就做你做 这都老兵 都住了 60年了 弟弟啊 这个火锅我拿来 我拿来 好 我把它放在这儿 有时候拿你一锅 一锅我把它拿回来 我都利用时间了 如果黑暗天我就会比较 如果没有黑暗天我就会比较暗 比较暗 我把它放在这儿 比较暗 比较暗 现在黑暗天 现在就很快 不然就好了 即使步履变得缓慢 但是林玉梅不为年纪增长 以自己的步调克服种种难关 坚持做刺激 真的把这位今年80号会 臭小 Ace 阿嬷 不简单 臭小子 这次又是槟冬 来幕 年纪 最看扁高水的 最老的就是他 对吗 阿嬷 我早 때문买 bracket 美元 我又abel车 这样 大跟台老闆是我一块 蜂蜜豆腐,那是应该的啦 叫做本粉酥 阿嬷我刚才开场有说 小孩的时候走空湿都没有切 但是二十年前就是六十回时 我开始想要好好生日 这什么故事呢? 我提他刚才说的 用一个月下的六百日自转 给大家看 里面就有他的故事 给大家听一下 这都是他一辈子一辈子 那是外出的啦 里面有故事 我念给大家听 七十六年间 民国七十六年 1987年的时候 有这位外豆腐的人 名叫松祝来到我们家 来跟我问 松祝说,你抹资质吗? 我问,什么是资质呢? 松祝就说 东宁村电信局后面有一家人 从德协搬来 他叫刘德媚师姐 是佛教慈祭功德会的委员 就是这样 你听得到主席 这两次 生日术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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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 第一次听到 刘德媚听说跟你有关的 今天我们一个情友团 李秀真师姐跟你有关的 他婆婆 是我婆婆 這樣啊 所以當時是他們大家 就你回去 華蓮 來 國宿就要為華蓮開始公開了 一個不可以半日 不可以半日的人回去到華蓮 聽說國宿就這樣開始了 我現在說了 你當然現在說了 因為七十八年間 那時候就有一個我們煮一個火磚 火磚要落成 還有我們的慈祭宴三年輕 你去得很清楚 你去百九年民國七十八年 那時候他就 澤妹師姐就是他的大家 就跟我說 玉妹 我們結帳幾個人 我們在屏東有十台車要來華蓮 那人那個火磚 剛好要開學電力 那要去 那他剛才有一個豐胎 我也有信在那 豐胎 他說你不用怕 丹湾出大禮頭 豐一豐也來 真的去我們沒有豐也沒有豐 出很大禮頭 也有回去警示警示喔 有 就去聽雄林開始 雄林說 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警示棟 以前說紀念棟 現在警示棟 那時候我開地下燒 他很親愛 有在黑頭 他說這就是他要去紀念棟 現在是說政司棟 要去那時候 他說 現在很歡迎 如果有人會來加你 我也很歡迎 雄林再說 我心肝就說好 我現在回來了 一定要來跟澤妹師傅說 我來給他盜補款 我也要來做主席 我從那時候 發言啦 發在心肝來啦 後來就一直做 就我們不理會一直做 過去到七十九年 就那樣 那時候沒有飛車 我們一個主動車 一個公路標車 跟法輪丟錢 便當混合也還沒去 他就說 我們現在 你那個 我們抓飛車 去抓一抓 我們不會跳到 他可以做愛心的 那時候打愛台 也不然 也不會去 對 所以我就說好 我就買一台立場 那就是 那就是七十九年 我拖一台立場 四個去抓 我們家是做生理的嘛 人家就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先生說 你們是 你真的沒錢 你們早上都 早上 四點出門 六點就回來了 拖在那邊 四個去抓那個 抓飛啦 抓什麼 那這樣好 我們先生說 你找一些給他 人家要拿給主席 不是我們家 我們家要拿著做什麼 沒有路營 他要拿給主席 這樣喔 我們先生說 我給我抓更多 好 你看 古早古早 我們是吃到飽了 我要問說 有時候阿嬤自己說 那關部去 沒關係啦 這表示說 早年的時候 明治未開 大家對主席不了解 做關部 大家是說 太難過了 不然我做二爪 是說 不會放荷蹄 其實都不是 要讓主席 要來救人的啦 在阿嬤的生命裡 環保是非常的重要 不管我怎麼引導 他就是要講到環保 等一下 我跟他報告 除了他的 大女兒要來見證之外 要請修正師姐見證來 繼續來聊一聊 阿嬤不僅要把環保 這樣顧好 她還把每個人的胃 每個人的心都顧好 一起來看影片 拉著紅色菜籃車 走在車水馬龍的路旁 李玉梅要出門去買菜 在每個禮拜六環保日 為歡喜投入的志工們 準備一頓熱騰騰的愛心午餐 是他十一年來發心如初的堅持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沒有人看他就要 我一頂了 沒有五頂 沒有五頂 三頂 沒有四頂 好 那個男生下來四頂 這幾年 來我來我趁 十頂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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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你現在龍國有夠了 我一稍微想一想 那間 菜單才會贏起來就對了 對啊 你落後也是在那邊 如果落後天我都比較早 來 給我來 給我滑滑 就來 還有 像我放到你去他們 那個就是 明天要做環保 環保之中 盘算着煮哪些好料理 让大家吃得开心又满足 沉甸甸的菜篮 是一颗妈妈心的甘愿承担 这边来帮忙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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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用什么心情来煮这个饭 有欢喜的心情 煮给大家吃 你做得更热 可以做得更热 如果不可以做就没有了 就要做得更欢喜 尽管李玉玲的动作 不如年轻人俐落 让她得花更多时间准备 但她依旧坚持严谨的步骤 用心的程度 志工们都看在眼里 要放起来又洗 要煮又洗 这样才会清洗 师姑你也很坚持 对啊 这不能麻烦 就是说她从这个繁保障92年成立起来 她一直承担相机 她也是70岁 就承担相机到现在已经80岁了 她的体力各方面也不太好了 但是她还是承担 因为我们这边到菜市里走路也需要十几分钟 差不多15分钟 她也没有说 是不是换你们年轻人来承担 因为她知道我们也是有我们的工作 她也不敢说 这就是她的精神点 平常都一起煮的 一起煮的 煮了十几年了 我教人 来的时候 这个怎么样来做 煮菜比较好吃的 怎么样来煮 这样煮比较不好吃 要怎么煮比较好吃 真的好吃 这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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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比较好吃 这样就好了 OK 才刚煮完六菜一汤 林玉梅却一刻不得闲 得把厨房打点收拾好 今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香火 我把厨房打一口 就拿着在手裡 你人 你人没有吃厨房 就要放大片 现在人们要说 我就拿饭拿饭 这样子会做 有师兄 好 出发 來 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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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下來 坐下來 坐下 這樣走路我們就不會讓人家賺錢 所以就平平 走路 走路要小心 該做的就給他做就對了 希望人家不好學 我們就做好學好學 要想要關心 家裡也是一樣 對的是 做就對了 走過二十五年的志工生涯 這是林玉梅一步一腳印 越做越歡喜的領悟與堅持 真的一步一腳印 走一步 真一步 阿嬤的路 真是越領越進步了 阿嬤有七個小孩 二十一個來多孫 二當在家裡可以學餘弄孫 看電視給電視看 自己是有哉有哉 不過她走出家庭 投入社會來當志工 她說 尤其剛才去買菜 阿嬤說 有這本啊 絕對拿給你看看 我剛才就翻了翻啊 我跟大家報告啊 阿嬤每一筆的支出啊 收入寫得非常清楚啊 很多啦 我沒辦法一個一個唸 不過唸一個就夠了 九十五年九月四號 星期六用四百五十元 請兩百五十元 自己出兩百元 妳就知道她說 她大部分都是嫁嫌的啦 這就讓她請秀鎮四姐跟她的大小女兒來賤情一下 她真的很捨得啊 捨得 像那平生喔 她也是這樣 人家這樣有的 幾百幾百多元 有什麼關係呢 就她自己全部負擔這樣 不夠的一筆啦 聽說社區的稅不足 大家包郵包車要去參加 領紅包 她也很大手筆喔 有的就出兩百 兩百這樣 她就出一千塊這樣 聽說最近看 無知買一個洗碗的什麼名字 流理台 那個我們的少年說 妳如果捨得 越做越有錢 免費沒錢 我吃到老都免費沒錢 放回去 晚上來就對了 對 放回去 晚上來對 放回去 晚上來 媽媽從小就給妳這樣的身教員價嗎 對 聽說她在好小好小 妳根本還沒出生的時候 她就不斷地在這樣做這種好事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時候我戒別 我老婆在賣費了 賣費了 賜費了 現在他都那時候 我們日本時代 哪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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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件東西換東西 我老婆比較五個 都那個 官公 腳那位換米了 這裡回來 我戒別那時候 那時候五十九歲 那孩子這樣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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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哎呦 妳的孩子這樣屁屁屁屁屁屁屁 她說 我女兒就沒有米湯煮了 哎呦 那麼可憐 我以前也煮不完 我以前也煮不完 我快點煮 我快點煮一碗 哦 我現在就不不調 對 意思就是說吃了之後有元氣 調的意思是這樣就對了 因為我講到我 也是很討厭的 現在以前日本實在都 配件東西都排列 我八九歲就很熟 就這樣 為了可以買一些本名 現在米 油 鹽 什麼菜 什麼都要配件 我就把我們炒到 炒一頭前排 自己又排在後面 就妳到年了兩分 就要年了兩分 就是說 我生了什麼就很討厭 現在我不夠了 對啦 現在那是以前 以前的時候 只剩一些 否則都沒有糖 以前日本實在是很可憐的 所以妳也有特別貪心 不過在年了 妳也會跟人家嫁就對了 來喔 女兒我介紹一下 陳芳甄師姐 來 阿母啊 真的是 我們說父母是孩子的魔嘛 對 她真的有給妳真好的嫁徵 就是她的生教園教 對 對 來 在妳眼中 媽媽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我的眼中 我媽媽是一個好媳婦 好太太 好媽媽 在家的時候 她的尊重是大人 幼兒是大人 結婚的時候 媽媽是我們爸爸好幫手 是我們爸爸好牽手 好威脅 也是我們這些小孩的好媳婦 好典範 這些小孩都給她收本分 媽媽 我愛妳 感恩妳 哇 台灣女兒 雖然嫁出去 做別人的母子 不過她的酥酥黏黏 也許你自小孩給她一些 價值啦 對啦 我是感恩我的姊女 我們的小孩 校生的媳婦 雖然大家都很乖 我就非常的感恩 所以妳當時做主席 也是阿姆給妳討論一下 是 媽媽也是我的嫁妇 嫁妇啦 其實做主席要做得歡天喜地 要做得清安自在 還是需要一些智慧 妳覺得媽媽從一開始 自寫不出半個字來 這樣哭哭 一字一字出來 但是她不怕困難 不怕困難 克服困難 我就是要寫個案 妳還要寫個案喔 寫個案 那個個案 那本是最年給我媽媽 那本是最年給我個個案 寫個案 就一直在寫 我這 電話啦 地劑我這麼多 給大家看看 阿嬤寫個案本 我等一下念給大家聽 案主說她是雲林人 做事不順 80年到屏東工作 我 所以就這樣罷你 所以就去關懷囉 他見洞人喔 他如果一次沒有看到 這個人真的很可憐 沒有結果他會二次三次的再去關懷 再去看他 他做訪事是一次又一次再一次 對一次又再一次喔 不適合一次喔 不像我一個月去一次 沒有 有時候如果比較需要就再去 這在水門呢 我坐車去 坐車要15公里的車 阿嬤自己搭位 不會騎摩托車嗎 我不會啦 我都要坐光車 我今天都兩隻腳保鏈的走路 那放大眾捷運系統這樣 對 你不會累喔 不會啦 為了做三四哪裡會 為了要讓人那個 那個見洞人喔 真是很可憐 他以前在一個 車廣場在工作 出來做去說手會罵 就告訴我 現在他有三個兒子 過來就說 就一直做一做 東西拿著就掉下去 過了他就去台北 給一個蔡醫師 給他看 阿嬤 他說見洞人 再說下去 提供了 對啊 我們不要說這個 我自己請教 我們去關心的是 你怎麼感到高興 我就說沒關係 這是有朋友來說 你做有朋友 但是你想說要放比較開 要比較開 人家比較 做什麼 要比較稍微 這沒關係 我說 我也不敢說 你這個會好、不好 我們跟人家說 跟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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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我只有跟人家說 你要有信心 要吃藥 要聽醫生的話 對 如果想過 心肝心肝開 我們師匠來帶他去 我去後很高興 就說 師父又來了 真的是 修正師姐 就像上人提醒我們的 身有病了 就給醫生看 他是心肌要病啊 他就是說 你心不需要打開 我們不能煩惱什麼 孩子他自貸就好 你太貸有工作就好 他以前我們一國八千塊給他 你說自貸給他 八千塊 公德費 我是說你自己認八千塊 我不行 我們要把他金錢 最保證八千塊就對了 所以他這個真的 凡事都要做 做相機也做 做環保也做 做仿視寫個案他還做 在這個可愛的家庭裡面 用什麼當傳家寶呢 就是用善 用愛 用他自己的身教言教 來傳德留德給子女 好 可愛的故事講不完 就像天下沒有不善的願寫 但是沒關係 走在慈激的菩薩道 就能夠法入心 應該的啦 我們該做的本分是 請請請謝謝 都在菩提中 在一個 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 跟著上人 一直做一直做 好 因為師姐祝福你 感謝祝福你 大家的台頭家 謝謝 感謝 感謝 感謝